大陆的很多养鸡场,一只小鸡从孵化出来到长成三公斤左右的成鸡只需要45天时间 这里的诀窍就是喂药 那么在这些鸡的成长过程中都为了什么药呢?一起来看一看 鸡舍里的鸡一排一排的卷养在24小时长明灯的照射下 在山东的一些养鸡场里,这种生长周期较短的白羽鸡是按照订购合同喂养的合同鸡 他们从出生就开始喂药 从小鸡开始,每天养鸡场喂给鸡的水中,掺对了食品不同的药剂 除了阿末西林、绿莓素等抗菌素,还有利巴维林、盐酸金刚完胺等早已经被禁止使用的强效抗生素 等鸡长到第35天,养鸡场开始喂食北进的生长激素第3米松,可以让鸡一天增重100克 张老板介绍,第3米松可以刺激鸡不停地吃东西,以达到快速增重 但这却让鸡处于不健康状态,很容易死亡 在中国国内曝光的节目中,这些抗生素机长成后,在屠宰场宰杀处理,直接运到快餐店做成素食销售 由此人们不难理解,为什么国内屡屡曝光不足10岁的女孩入房提前发育 而老年妇女也会患子宫肌瘤等年轻女性的疾病 新台记者人号综合报道